明年起,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将能够修读高级马来文和高级淡米尔文 而到了后年,学校也会为小四学生开办这些课程 这是教育部为了强化母语教育做出的部分努力 希望借此鼓励对这些语文有兴趣的学生更深入学习并且发挥他们的潜能 新的课程试行计划去年在大约90所小学展开后获得正面的反馈 教育部第二部长孟里奇博士走访参与计划的维林小学了解试行的情况 高级语文课程让学生有机会接触文学 这将有助于培养他们的高阶思维能力 老师也会利用创意活动和游戏辅助于语法教学 孟里奇博士也为一套儿童读物主持推荐 这套书本汇集了20则 小学马来语文老师的撰写的短篇故事 适合小五和小六学生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